刚才呢,我们就讲到了公共政策,它所具有的六大特征 那么在具有的这六大特征的基础上,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公共政策,它具有哪些主要的功能 首先,它具有的第一项功能就是导向的功能 它既是行为的导向,它同时也是观念的导向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的这样一项政策 这样一项政策,是对于我们的每个人的行为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面 大家对于这样一项政策,它其实是有着争论的 大家对我们的经济社会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 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疑虑的,在观念上面是存在了一些冲突的 那么我们的这样一项改革开放的政策,它必须对于我们的观念进行相应的引导 因此我们就有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争论,通过这种观念上面的冲突 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它引导了人们的观念 让人们大胆的去尝试摸着石头去过河 通过抓住老鼠成为一只好猫,那么来验证它自身 所以说它去引导了大家的行为和观念 这边是政策的导向作用,导向功能的第一点 那么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有两种作用形式 一种呢是直接的引导 另外一种呢是间接的引导 某一项政策它对一部分人的观念与行为 原本是起到了间接的引导作用 但是呢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这种间接的引导作用也可以转变为直接的引导作用 那么从作用的结果来看 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包括了正向的引导和负向的引导 这两项功能 我们就可以知道政策对人的行为有直接引导 有间接引导这个大家也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在这就不多说了 那么关于这个正向的引导功能和负向的引导功能呢 但我们的公共政策它有可能本身是错误的 并不是公共政策都是正义的都是正确的 有的政策它可能会本身具有一定的错误 那么这种错误就会对人们的观念 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错误的引导 那么这样的就是它的一种负向的这样一个引导功能 当然了 这种负向的引导功能 它还有可能是因为政策本身它并不错误 但是呢 它往往会有一些副作用 因为这种副作用而引起的 这种情况就实在是太多了 你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北京的这样一个房价是越调越涨 那为什么会越调越涨呢 是因为这个政策它本身可能它具有一定的极限性 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政策它本身它可能就有问题 那么这样就是成为了它的一个对于人们行为的负向的引导 它不断的去抬高人们对于房价上涨了这样一种预期 因此就不断的推高了这个房价 这边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导向功能 第二我们来看调控功能 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指的政府运用政策 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 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 它主要体现为调控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 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公共政策它是要切蛋糕 它是要分配利益 那么它要分配利益过程当中 就涉及到调节不同的利益 当公共政策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的话 它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 另一部分人失去利益 所以说它必须要对于整个利益矛盾 进行相应的调节和控制 来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 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向前发展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用于管理社会的工具 首先必须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与需要方面起到巨大的政治作用 这个是政策发挥调控作用的这样一个出发点 就是刚才我们在讲利益的时候讲到了 公共政策它有阶级性 它要维护的首先肯定是作为这样一个政策主体 它自身作为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自身的利益通过来调控各方面的利益 最终它是要巩固这样一个政治统治 巩固自身的权利和相应的利益 这是它调控的出发点 好 这是第二项这样一个功能 调控的功能 还有两三点 第三 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具有直接和间接 这两种形式 中央政策 即使那些宏观调控政策 直接起到了调控的作用 同时它也有可能对企业的发展 起到间接的这样一种调控的作用 政府政策的调控功能 常常还表现出特有的倾斜性 刚才已经提到了 政策围绕政府目标的侧重点 鲜明的倾向于政府工作的某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政府在调节的时候 除了它会维护自身的一些利益 它具有某些倾向性以外 还有可能因为某一项工作 它也许并不被政府所认可 或者是重视 或者是并不是政府着力 必须要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被忽视 那么这种调控功能呢 也许就不会发挥 大家就会更着着重于去解决那些 非常紧急的问题 政策的调控功能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消极作用往往是因为强调一种倾向 而掩盖了另外一种倾向所致 那么政策在调控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紧急的事 政府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紧急的事 而耽误了那些非常重要的事 那比如说政府往往是为了 比如说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雾霾的时候 那么为了治理雾霾 那我们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一些紧急性的措施推出来 当然雾霾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深层次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改善的 这样一个工程呢 它也许需要非常复杂的 非常多年的时间去把它们才能够 那个缓解下来 才能够实现这个成功的调控 才能够实现成功的治理 但是这种重要的事 它有可能因为不能够立竿见影 而不被政府所重视 所以说就会出现消极的 这样一种调控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当中也跟我们整个这个政策的 这样一个指标评价的方式 所密切相关的 如果仅仅是抢掉GDP的话 就常常可能会因为为了追求GDP 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甚至其他方面的因素 来调整现实的利益关系 这个在刚才已经反复的提到了 第二 利益究竟分配给谁 容易从公共当中获得的主 获益的主体有 第一 与政府的主观偏好一致 或者是基本一致的人 那么这样一些人 比如说政府 他肯定会愿意把自己相应的利益好处 分配给那些拥护他的 支持他的 通过行动也好 通过语言也好 支持他的这样一些人 这样一些人往往是受益 他们的主观偏好往往跟政府是一致的 第二 最能够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人 那么政府 他在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 政府在整个社会调节各种事务的时候 他肯一定是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致用生产力发展了 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府 他其实才有存在的这种合法性的依据 所以说政策 他要带 他们最能从当中获益的 就是那些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人 第三 普遍获益的社会多数 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人 他们是最容易获益的 那么代表着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 这样一些群体 这样的一些个人 那么或者是属于社会大多数这个利益的 这样一个 一个范畴之内的这样一些人 他们往往能够从政策当中获益 只有多数人获益的政策 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策 这是分配的功能 那么上面呢 我们就讲完了公共政策 它最主要的特征 以及它最基本的三项功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共政策的分析 我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分析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 公共政策的分析 它一定需要遵循着一些分析的框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有哪些 那么对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 它本身作为一个政策研究当中的核心概念 它有它内涵也是像政策本身一样非常的丰富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查尔斯沃尔夫是怎么说的 他说公共政策分析是把科学理论的方法运用于解决政策的选择和实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界定呢 它非常强调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技术 技术导向 那么在这个政策分析过程当中的作用 通过把科学理论用于这个解决政策的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它强调了一种选择 选择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切尔怀特是怎么说的 米切尔怀特说 帮助人们对于现实可能性和期望之间有逐步一致的认识 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相关关系与社会心理模式 就叫做公共政策的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种界定 它们有着明显的不一样 首先在这个上面的这样一个界定当中呢 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技术理性 通过这一种技术 我们找到一种方案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选择这种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因此这个就叫做公共政策分析 而怀特的这个定义呢 他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是要寻找出一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共同接受的这样一种心理模式或者是达成一致的共识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来形成社会的一种相互之间的关系 形成一种社会当中的相互的认同 大家在共识上达成的一致 那么我们的一些公共事物的解决就相应的就比较方便了 如果大家在观念上面在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上面有着根本的分歧的话 这个事物其实是很不好解决的 有的人要向东走 有的人要向西走 那么我们公共政策分析 就是需要分析 就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科学的啊 这种价值上面的或者是事实上面的这样一种描述 或者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来寻找 来使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成对于某个问题形成一种一致性的认识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促进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你比如说在教育问题上面 我们通过公共政策分析来寻找出 大家都认识到公平对于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公平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教育问题当中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而得到执行尊重的话 那么这个教育问题 它就会在一个同一个啊 这个语言体系当中去对话 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有的人就要片面的去追求教育的效率 有的人要追求的是教育的公平 那么他们所对于这个问题就缺乏一致的认识 这样就不能够使我们这个社会问题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克朗 克朗说在各种已知的备选方案当中确定一个最好的政策方案的过程 他呢也是强调了选择在决策对于公共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也强调了政策分析就是要选定一个最好的政策方案 那么结合着不同的学者对于公共政策分析这个概念所做出的不同的界定 我们在这里呢 对于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个归纳性的信义 公共政策分析是对于政府为了解决各种类型的公共政策问题 所采取的对政策的本质产生原因及实施效果的这样一项研究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所针对的是政策的本质产生的原因和实施效果 可以说他是贯穿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运行的整个过程当中的 这个政策过程当中的 这就是公共政策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共政策分析 它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可能对于公共政策的认识会不一样 那么第一是麦考尔和韦伯 他们分析公共政策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麦考尔和韦伯 他们的这个分析模式当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四个概念究竟是什么 然后再来进一步的理解 第一个概念是政策的内容 他们要分析的是政策的内容 那么政策内容包括了哪些呢 政策将要影响的特定目标或目标的集合 就是说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是政策的对象目标群体 希望的特定事件过程 选择的特定行动路线 这则选用了什么方式 提出的说明意图的特定的陈述 政策是通过什么样一种陈述 通过什么样一种声明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路线 方针说明自己的意图的 以及采取的特定行动 他们究竟是什么 这是政策的内容 包括了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他们要分析的 就是要对这种目标过程 或者是意图行动等等路线进行分析 第二呢 是政策的过程 一些行动和相互影响 这些行动和相互影响 导致了对一个最好的特定政策内容 做出权威性的最终选择 还包括政策的实施结果 及对政策的评价 其实政策的过程就包括了政策制定 政策执行政策评价等等 这样的一些过程 这边是政策的过程 那么另外的两个核心的概念 一个是规范性的分析 另外一个是描述性的分析 我们来看什么是规范性的分析 应用各种规范性的原则 以及提供政策性的建议 是属于规范性的分析 其实这就是属于政策研究当中的规范研究 它往往是通过对于一些规范的原则进行陈述 你比如说教育应该公平 教育政策应该促进教育公平 它来论述这样一个规范性的公平原则 它属于规范性的分析 或者是它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怎么样来促进我们的教育公平 对于应该应然的这样一些政策措施 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这是属于一种规范性的分析 那么在规范性的分析之外 还有就是描述性的分析 什么叫描述性的分析呢 就是在价值自由之下 给出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叙述 这里的价值自由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价值中立 就是要通过价值中立的这样一个原则上 对于政策的这样一个事实做出一个描述 或者是解释 那么它是对于现实的经验性的事实上的东西 进行一个分析 而不是对于一种抽象的规范 或者是一种应然的政策建议 进行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通过这四个概念 其实我们就把政策啊 就可以组成一个相互交叉的这样一个向线 就是那么包括了政策内容的规范性分析 或者是说对于政策过程的规范性分析 以及对于政策内容的描述性分析 对于政策过程的描述性分析 它就形成了一个十字的这样一个向线 在四个向线之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对于政策内容的规范性的分析 那么这就包括了 主要涉及到政策的本质 而不是一些程序性的东西 这类研究包括使用批判方式 分析一个特定的公共政策 未来分析 分析目前政策的未来结果 或探讨各类适用于预测未来的这样一些政策 你比如说我们要对政策的内容进行一些规范性的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方式 我们会指出目前的这样一些政策 它可能在这种原则上面 它的这个内容在原则上面 可能并不能够遵循我们应当遵循的那些规范 你比如说他没有遵循教育的公平性原则 那么他违背了这种规范 通过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来对于公共政策的本质进行一些解释 或者是说我对于未来的分析 对于政策的未来结果 我们制定了这样一项政策 它由于它没有遵循对于教育的这种公平性的原则 它可能会导致哪些结果 它可能会促进这个教育的更有效呢 还是更无效呢 它是否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呢 等等它对于未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探讨 那么这都是属于对于政策内容的规范性分析的这样一个范畴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政策内容的一些描述性的分析 什么是对于政策内容的一个描述性的分析呢 那么这个描述性的分析 它是要站在这个价值中立的这样一个立场之上 去描述去事实呈现或者是探求政策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把与政策内容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属性看成是政策过程的解释变量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于政策内容做了一个实证研究 它把与政策内容相关的那些属性看成是解释变量 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地方的这个教育水平 它往往是跟可能是跟这个地方的比如说社会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也跟这个地方的这个经济投入啊 财政投入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一些这样一些与政策内容相关的这些属性看成是影响政策的一些解释变量 那么去探究当我们的GDP的百分之多少投入到教育当中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教育水平会比较高啊 会达到某一种啊目的 比如说我们能上几个北大清华能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些通过解释变量去探究公共政策的内容 探究他们对于公共政策内容的影响 这就是属于对于政策内容的这种描述性的分析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对于政策过程的一种规范性的分析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程序性的政策分析 其中包括了对于现行政策程序所提出的改进建议和一整套新的程序 这一类研究经常采用的是如系统分析 运筹学等多种理性的模型 这种分析就像于它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的分析 那么通过规范性的分析 它是要提出一些改进现有政策的这样一些建议 那么通过这种对于政策内容的这样一个调整 或者是说一些形成一套新的程序来让整个政策会更加有利于这个政策目标的达成 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就是一种对于政策的过程进行的规范性的分析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我们来看就是对于政策过程的这样一种描述性的分析 什么是意思呢 针对于政策周期的一个或者是几个阶段进行讨论 在政策周期所包含的如政策表述 决策 实施 效果评价和反馈等阶段当中 研究最多的是政策表述和效果的评价阶段 就是说我们整个政策它是一个过程 它从确立问题到制定备选方案到采用一个方案到执行到最后的评估 在整个的这样一个政策过程当中 我通过描述性的分析去呈现它事实上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那么来进行政策分析 所以说就是说一个会对它几个阶段进行讨论 当然这方面研究最多的是政策的表述 政策的表述其实就体现出了一种政策所背后所具有的一种价值的倾向等等 以及政策效果的评价 它实施完以后是否取得了它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就在进行评价通过这种方式来事实性的经验性的呈现整个政策 当然了对于是政策的这样一个运行周期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执行的过程进行的这样一种描述性的分析 现在是越来越受到了这个政策研究者的重视 这也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那么这边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政策分析的第一种模式 是韦伯他们所采用的这样一种政策所分析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政策分析的第二种模式 这是沃尔夫的分析模式 沃尔夫呢 他在分析政策的时候 他是站在了政策的过程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政策的 那么他的他就是详细的去罗列了 我们在政策的每过程的每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分析政策 我们来看首先是要认真的收集和分析 所研究的政策领域当中各种数据资料 那么特别是要使用那些定量化的数据 同时要熟悉所研究领域政府机构的这样一些内在的关系 就是说第一步是收集资料 当时他又特别强调了一种量化的资料 因为量化资料的存在 他比较有利于判断整个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制定目标 同时也有利于评估 他是一种科学性的这样一种 有利于把它科学化 是一种科学性的分析思路 同时呢 他对政府机构内在关系的强调 就是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理解 政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行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这么做是因为背后与别的政府部门 或者是采生了什么样的这样一种关系 或者是说他处在整个政府机构的什么位置 他决定呢 他运用哪些资源来怎么这么做等等 那么所以说他需要熟悉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内在的关系 第一 第二呢 是运用数据分析结果 与政府机构所提供的资料 以及相关的理论 建立研究领域 或者是系统内部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 就是建立起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后 我们才能够通过对于变量的分析 然后来看我们整个政策的运行的现实效果 或者是预期的效果 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举到的GDP当中的百分之多少 用于这个教育领域 我们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平才能达到相应的层次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GDP的一定的数量和我们的教育水平 或者是说反应教育水平的指标 你比如说人均受教育年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参加了这样一个国际标准化的成绩测验的分数 这是另外一个等等 或者是说我这样一个地区上大学的这样一个比例 入学率或者是等等这些指标 那么把这个GDP投入的这个数量 数量化的数据和我们相应的反应 教育水平的这样一些指标之间 去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建立起这种关系 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为我们后续的去探讨怎么样来提高教育质量 通过投入多少来解决教育来提高教育质量 那么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就要去建立起一个分析的模型 详细的说明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究竟这个GDP的百分之多少投入了教育的时候 我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比如说才能够达到12年 大家都受到了高中教育 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的某种学率达到50% 那这人这教育是多少 那么所以说呢 在找到了各种变量他们的关系的时候 就要通过这样一个模型来分析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数量关系 当然了刚才我举到的那个例子 在我们国家研究就发现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教育啊 他大多数都需要投入GDP的4% 达到4%的时候 他的教育水平就会达到相应的层次 所以说那么这样呢 就是找到了变量之间的这样的相互关系 另外呢 就是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项目和政策 其中包括具有基准性的现有的项目或者是政策 那么我们在找到了这个4%的这样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供很多的可以供选择的这样的政策 怎么样去达到4%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有提出了4% 找到了这样一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我们从此以后要有五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这个GDP的逐渐增加达到4% 那么才会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另外呢 就是检验所选择的方案模型 对所描述的目标完成结果进行比较切实的去评价这样一些政策 那么所以当我们制定了说通过五年的时间啊 每一年递增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零点几等等 那么15五年以后GDP的这个投入达到4%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要去评价这样一些政策 五年以后究竟打没有达到4% 或者是说达到4%以后我们的这个人均入学高领价入学率究竟有没有达到50% 那么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评价 所以说这呢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对于政策过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 怎么要去通过一步一步的选择啊 定方案那么以及最后的评价来完成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对于执行过程的分析要区分描述性的执行分析 与规范创造性的执行分析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政策执行的这样一个分析 有的仅仅是对于它是政策是怎么执行的这样一个经验 事实上面对它进行一个描述 同时有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执行的分析还要通过对于一些规范的说明 那说它应该怎么做 所以说对于执行过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 我们就必须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执行分析的方法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另外呢 沃尔夫所提出的这个政策分析的框架 基本上呢 它是把一种系统分析运用到了公共政策的研究当中 侧重于政策实施前政策方案的这样一个确定的过程 尽管他也提到了一些现实的实施效果的一些评价 但是他在前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众多的收集数据 就是建立呃关找到变量建立关系设立模型最后来提供选择方案等等 这些呢 其实他都注重于对于政策实施前方案是怎么确定的来进行这样一个分析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分析模型当中比较侧重的一点 在这里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就是沃尔夫他提中的政策分析框架 我们再来看 约翰·邓恩他是政策研究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他有一本公共政策分析的书也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教材 那么邓恩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分析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邓恩他认为政策分析呢 他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邓恩的政策分析呢 他是策动于从政策信息的转换过程去研究公共政策分析的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 那么什么是政策信息的转换过程呢 这个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会逐步的跟大家来解释 邓恩认为政策分析基本上要解决的是三类问题 第一类是事实的问题 第二类是价值的问题 第三是一种规范的问题 那么因此与他们相对应呢 就有经验的方法 评价的方法 以及规范的方法 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这三种方法 什么是经验的方法呢 经验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某一个公共政策的一个因果关系 指出某一个事物是不是存在 进而提供它的信息呢 是一种描述性的 这个怎么样理解呢 其实经验的方法 它就是一种经验研究 是一种对于现实是什么 对于现实状况的这样一种描述性的发掘 那么它要去找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 但是这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就是事实上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当中 我们很少能找到所谓的因果关系 公共政策分析它是属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当中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变量都是没有办法严格控制的 你比如说在社会科学当中 我们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做一个控制实验 我们以此来探讨某一个因素 它对于另外一个因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到底多少的氧气和多少的氢气 那么在一起燃烧能产生水 我们可以严格的控制 就研究氧原子氢原子 它们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化学反应 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因果关系 就可以知道是两个单位的氢原子和一个单位的氧原子 形成了一个水分子 这么这就是一个自然科学过程当中的一种对因果关系的找寻 但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只能够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寻找到一种相关关系 而不是所谓的因果关系 你就比如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 关于究竟我们的GDP的投入达到多少 才能够使我们的教育水平达到 比如说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 那么这个东西 它们是不是当中存在的一个因果关系呢 事实上是不是的 我们在寻找这样两对关系过程当中 它必然会影响 有很多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高等教育 入水里的50% 你比如说我们的高等教育 有没有那个空间去容纳这些人 影响着50%能不能实现 或者是说我们大家在社会心理上 有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 它也影响到50%的实现 也许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4%的这个GDP投入可能不止4%了 超出很多了 但是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它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会引起对吗 这个啊 这个影响到整个结果能不能够达成50%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它我们只能够在尽量的控制相应的这样一个影响它的这样一些变量的情况下 去寻找财政投入和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入水率 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这种相关关系 而不是因果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最后讲到这样一个定量分析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现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 第二呢 是评价方法 那么经验的方法 它其实更多侧重的是一种政策的事实是什么 实践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么评价的方法呢 它就加入到了一些价值在里面 我们来看 评价方法主要是决定某一项政策的价值 即是否值得这么去做 与之相关的信息是评价性的信息 而不是描述性的信息 也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了 我们找到了说 教育的这个GDP的4%的投入 与高等教育的毛绸学率50% 它们之间存在的一定的相关关系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去评价说 我们是否值得去这样去做 我们是否有必要把4%的财政收入GDP 投入到这个教育里面来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 也许我们的国家啊 我们还需要80%的高等教育毛绸学率 所以说百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4%的话 因为这个目标就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评价 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这个价值 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确保我们的政策能够更有效 更公平的这样一个执行 那么所以说它也包括了评价的方法 那么在评价方法之外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规范的这样一种啊 规范的方法 也就是说对所解决的公共问题 提出一种引导性的方向 即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 与之相关的信息呢 是一种指导指导性的信息 那还是刚才的那样一个例子 当我们知道了4%的投入 可能会实现50%的入学率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 对于人们的行为做出一些引导 那么我们就会在政策分析当中 提出一些所谓的政策建议 比如说我们通过多长的时间 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来实现4% 或者是说通过啊 一些配套措施需要是什么啊 通过这样一种规范的方法 那么来指导我们整个政策 那么这就是政策研究当中的一种 规范性的方法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政策的这样一些分析过程当中 经验方法它是基于事实 而评价方法 它加入到了一些价值在里面 而规范方法 它本身它也包含着价值的成分 很多人就认为我们在政策研究当中 应该不包含任何价值 或者是说价值是没有理性 因为我们加入了价值的话 就让整个政策失去了理性 但其实上这样一种观点 是它是有自己本身的问题的 政策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 这样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阶级性在里面 它也有一定的目的心 它一定是带有价值的 政策本身它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 对于政策过程当中的这种规范性的方法 对于政策当中的评价 它也必须带有一定的价值的 所以说价值在政策研究当中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研究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避免价值 观念是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而它这种价值应该是一种被社会大多数 被整个主流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价值 那么只要它遵循了这样一种价值 这样一种政策或者是这种价值之下做的政策研究 它就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种政策和政策研究 它就是具有合法性的 所以说认为价值是一种无理性的 这样一种观点呢 其实它是有自身的问题的 这边是三种方法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政策分析的内容 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分析 这种这个邓恩的模式里面 关于政策分析的内容呢 它包括了这么几点 首先就是要构建一个政策问题 首先要明确政策问题是什么 以及怎么样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政策问题的界定 是政策研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核心的内容 对于一个社会现象 可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由不同的人来看待它 它所界定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政策问题是什么 它影响到了我们对于政策方案 政策目标等等方面的选择 你比如说我们社会当中 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现象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村 大量的人进入到了城市里面 那么农村里面的留守的这样一些孩子就越来越少了 那么留守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以后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的效果 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了 这个村子里面今年上小学的可能就两个孩子 那我也要设一个老师 或者是设两个三个老师给他们上不同的课程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政策要追求一种效率 那么他把这个问题界定为一个效率的问题 那么相应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相应的政策就是要去彻点并效 把很多的村小并在一起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效率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政策现象 他界定为了效率问题 相应的而言 他采取的解决措施 就是彻点并效 当然这一个问题 他也可以有别的界定 你比如说 我把这个农村的这样一种界定为一种农村的这种啊 智力资源不断的流失 流失到了城里面来 那么我把这样一种问题就界定为了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想着说 我是要怎么样把这样一笔智力资源更好的去运用到农村去 那所以说我可能就会因此加入更大的教育力量 去投入去培育这样一些农村的长大的孩子们啊 而不仅是为了追求效率而彻点并效 相反我可能会针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的情况 加入更多的校本课程 就针对那么两三个孩子 对他们进行教育 让他们对于本村的实际有的更好的影响 那么成为一笔本村啊剩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这样一种智力资源 那么为这个这个地方的建设做出贡献 那所以说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我在界定问题的时候 我本身就认识不一样了 所以说如何界定一个问题 决定着我们的政策分析往哪个方向去走 那么在构建了问题以后 第二步政策分析的内容就是描述与现行政策问题相关的已有政策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制定的过程和实际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一项政策 它是处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体系当中的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 跟它紧密相关的政策存在的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农村的大量的孩子们 到了城里 那么这当中为了解决这个农村的这样一个啊 这个教育的效率问题 我大量的彻点并效 那我与此相关的就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政策 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分析 您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安全的校车 那么有了安全的校车 我们才能够让这些孩子离家非常远 到非常家离家非常远的地方去上学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需要对已有的政策 校车安全的这样一些政策等等进行相应的分析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讲到的 这个对于现行的相关政策 他们产生的原因制定的方式 内容等等进行相应的分析 您比如说还有那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我们还需要看一看彻点并效以后 我们的这样一个校舍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对不对 还要包括了我们的保育员的水平 能不能达到相应的标准 那么与此相关的政策都会影响到这样一个政策 他的分析他的界定和实施效果 第三个方面预测为了解决问题所提供的相关政策 能够产生何种结果 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我们把农村的小学都撤了 撤点并效了 那么也许有的老师就会失去工作 也许有的孩子就要从小离开父母到遥远的地方去上学 那么离开父母的孩子 他们在身心发展上面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教师 他们的个人生活怎么解决 那么他们会不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这样一种社会闲杂人员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政策实施以后会出现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撤点并效的时候 就一定要对这个结果有一个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预测 这也体现了刚才我们讲到了公共政策 它有这样一个预见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下面一点就是评价已有和将产生的政策的价值是什么 第四啊 提供将要实施的政策会产生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这都是属于对于政策啊 相推行以后的相应的结果价值信息等等一种评估性的内容 这个地方就不再展开讲了 对于这个政策分析的内容呢 邓恩他着重的强调了下面的四点内容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 第一 问题将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作用与评估 它处于中心的调节位置 那么所以说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问题 影响到了我们是怎么样去这个执行 这个这个制定上映的政策 所以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 那我这里也列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关于高校毕业生被就业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 它就让那些没有就业的学生 随便的签订一个就业协议 以此来统计一个很高的就业率 这些学生他没有主动就业 他是被就业了 那么对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界定 影响到了我们怎么样来缓解或治理它 比如说我们把它界定为了一种 他们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 那么我们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我们就需要对于高校进行诚信教育 对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 进行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上面的纠正 如果我们把它仅仅理解为 现在的就业太困难 经济问题的话 那也许我们的这样一个措施 就是不断努力的去发展经济 通过经济来拉动就业啊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尤其是发展那些第三产业 他们跟这个高校毕业生密切相关 高校毕业生一般会进入第三产业 发展第三产业来缓解这种就业上面的压力 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 影响到了我们政策的后续的各方面的环节 第二分析程序经常表现为一种等级关系 什么叫做分析程序表现为一种等级关系呢 那么其实就也就是说 我们在对于这个政策的这个进行分析的时候 往往我们需要先界定政策的问题 才来看其他的方面 或者是说我们需要定立一个大的目标 才来看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方案 能不能够满足这些目标 它是出现那种一种等级的这样一种秩序在里面的 第三政策提出不仅是以事实 而且也要以价值为基础 这个刚才我也已经说到了 公共政策或者社会科学的制定也好 本身的过程也好 以及研究也好 它一定有一定的价值的 我们比如说刚才已经不断的提到了 教育政策当中的一个价值 那就是公平 我们需要追求教育的公平 所以说我们的政策提出 就要以这种公平的价值为一个起码的基础 第四 在整个分析当中 要重视提供信息和信息转化的地位 我们对于一个事情 它的信息的掌握决定着我们采用什么样一种方式 或者是说采用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治理我们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事物 治理实现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进步发展和核心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信息以及信息的转化 那么这个是邓恩特别强调的几点内容